大家好 升旗得讀 今天是2024年5月19日 今天是星期日 這節終於要回到網台的花生 這節我真的會說很多 關於網台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會說下去有多長 有時真的要一講 這些話題真的越講越長 因為我在網台界別 都有一段相當之長的日子 其實數回差不多十年來的 我印象中應該開始參與得最多的時候就是 2014年佔中的時候來的 當時我正在做那個節目 也是跟Tony做的 當時還有另一個節目主持 我們做的節目就是炮打司令部 而我們這個節目的名字 也正正是跟炮打司令部這個節目的名字 是押韻的 所以才叫做升旗得讀 這一節我們當然是要繼續跟大家說 這個劉細良事件 由於這個劉細良事件 是越來越多 各大的QL也都相繼加入討論的 絕大多數的KOL 都是站在弱勢那一邊 而弱勢那一邊是不用說的 一定是 剛剛 是過身離世的 陳喬 原因很簡單 因為陳喬 絕對 不屬於 是叫做KOL 我們大家都知道KOL就是因為 是在網上 是意見領袖來的 是對群眾 是有影響力 所以 才叫做KOL Key Opinion Need 而香港 論證的KOL就是我們所說的 這些時事網台 KOL 我一向也不把那些 介紹產品 吃喝玩樂 說一些 可能是搞笑影片 又或者是拍影片 拍熱門影片 可能是一些戲房 那些就不算是KOL的 因為他不是在提供Key Opinion 不過由於這個時代所限 現在 人們習慣就是把網紅就這樣叫做KOL 這件事應該是錯的 不然你有兩個英文字就沒有意思 就是Key 和Opinion 我相信大大小小不同的其他網台 我最近也有聽的 因為我也很想知道 到底其他人 是怎樣評論這件事 坦白說 我聽了絕大多數的節目 絕大多數的節目 不單止 絕對沒有 對劉細良 潑污水 或者 是所謂的人格謀殺 絕大多數 是認識劉細良的人 是出來交代 是跟劉細良 那個所謂交手 那個習慣 即是說 其實劉細良跟他太太 對人的方式 那個處理 其實是有一套 固定的系統和習慣 所以其實很簡單 我覺得這些曾經 跟他交手過的人 多數你可以說得上 是人格證人 而且 部分更加 你可以說是受害者 最奇怪的是我竟然發現 最少香港有兩大KOL 站在劉細良的這一邊 我再補充 我們自己曾經在兩年之前 受到全世界 瘋狂的圍攻 我仍然感謝當時 願意 是比較中立客觀 沒有潑污水的人 我們仍然感謝他們 因為兩年前對我們的攻擊 基本上 有很多 是故事老作來的 根本不存在 更加不存在 你可以拿到 不存在的時候 拿到證據出來反駁 是完全不可能的 根本沒有發生 我們今天的標準 其實所以我評論劉細良的時候 我亦都 相當之小心 因為我們自己也作為曾經 被人抹黑的人 我們跟大家也說過 你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你正在做一件事跟公眾有關 你想不受公眾批評 以及監察是沒有可能的事 我已經不是 政客來的 我只是一個網台的主持 你可以說是KOL 但是 我一樣受到其他人監察 那些人喜歡無端端的 就開了 只要你是評論 不是抹黑 我也有你 我也沒有制止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說 我不說政治 政治也會找上門的 公眾關心 就是時事來的 甚至乎是公事 而劉細良的案件 不單止公眾關注 而且是有個受害者的 受害者是一個年視已高的人 而且在 記者的界別是相當之受到尊重的老前輩 他 現在變成了受害者 你怎麼能夠 現在對劉細良的批評 蕭若元先生說劉細良 被人上網上綱上線圍攻 甚至乎說是網絡欺凌 網民會不會有激進言論 網民 言論一向都激進的 有哪一天不激進呢 我們被人攻擊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們沒有被人攻擊的時候 仍然有不少五毛 五毛當然會參與 任何時刻他們也會參與的 坦白說 不算我跟 陶傑或者蕭若元有任何爭拗 我也很難接受這兩位 KOL最近對劉細良事件的立場 基本上 他們對劉細良的事件 根本沒有深入了解 也沒有 所謂做好功課 因為如果你有細心看 是消失的歷史 裡面的種種證據 還有包括 劉細良自己提供的7分鐘的解釋影片 我跟大家做了很詳細的解釋 以及分析 你就會知道 當中是有大量的問題在裡面 結果 蕭若元出來評論劉細良 竟然 就是說 現在的網民 以及 網上的KOL 是不斷地網絡欺凌劉細良的 我真的想引用徐少華的說法 徐少華也有回應過所謂的網絡欺凌 欺凌是說有權力的人 你去欺負被你弱小的人 叫做欺凌 劉細良也好 我也好 你也好 陶傑也好 徐少華也好 再加上其他人 我數不完 我們每一個人 在網絡上面 都不可以算是弱小的 當然啦如果你十個人來圍攻我 我當然是弱小啦 下有或者再多些人來圍攻我 但是現在 你又搞清楚幾個問題 第一 你不是弱小 第二 出來批評你的人 不是出來謾罵你 出來批評你的人 是就著那件事進行評論 叫你不要去威嚇人 叫你不要用法律訴訟 去恐嚇別人 叫你 不要再動用你的網軍 以及所謂的信徒 當然我不太喜歡這些字眼 不過你暫且叫那些信徒 其實是 他們的支持者 你去動員支持者 去對 對其他質疑你的人發起慢攻 其實在說網絡欺凌的話 我反而覺得這些行為 反而 在劉細良的這一邊 是做了很多的 包括 針對這個 陳喬 這一位 上了年紀剛剛離世的老人家 甚至乎 是在進行人格謀殺的 是不是 因為劉細良過去的說法一直都說 喬叔很開心 還簽輸 沒有問題 他一直都同意 竟然 在三天之前的回應 說陳喬曾經打電話 是爆粗鬧他的 這個徹底 是一個新的版本來的 劉細良之前從來都沒有說過 更加 有很多認識陳喬 這位老人家 下記人看不過眼 覺得你根本在潑污水 污衊著一個已經離世的人 這件事真真正正 是犯中怒的 我居然看不到 所謂兩大KOL 說這件事 反而 提出一些非常奇怪的論點 是說劉細良是被人欺負 陶傑 就說劉細良拿了人家的版權本書來出版 然後下面署名是陳喬 等於沒有侵權 這個論點 坦白說 我不知道你是在說笑 還是你 當聽眾在開聽眾還笑 這個是所有人都知道 這個是一個錯緊的論點來的 我不要緊啦 當你又說玩笑啦 我其實對陶傑不是很大惡意而已 奈何陶傑 對我 好像是相當不滿的 沒辦法啦 你名氣大嘛 你名氣大 說的論點 又坐得那麼誇張 我很難不討論 是吧 畢竟我的聽眾也知道 我是一個很講邏輯的人來的 為甚麼我那麼喜歡反駁歪理呢 就是一看到一些邏輯不通信的東西 我就忍不住 一定會出聲 接著要說蕭若元 蕭若元的雀眼怎麼很奇怪 首先他說潘東海 跟徐少華的事件 反映劉細良 是貪小便宜的 這裡真的要停一停 其實他自己 是在評論劉細良的人格 他自己評論劉細良的人格 就覺得沒問題 其他人評論劉細良 就是網絡欺凌 按照蕭若元自己的邏輯 你說 劉細良貪小便宜 其實你自己也是在評價 劉細良的 對不對 你不要說我 質疑他 其實我跟他也沒有仇的 但是如果他講一些論點 你喜歡跟我辯論 我很喜歡跟他辯論的 講開網台 這裡有利益申報一下 城寨那邊的人 我絕大多數都不認識 因為如果你嚴格來說 你要把我歸類的話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說 我網台的歷史 我跟這個 蕭若元是有關係的 我認識他的 但是 他很多東西的 立場我都不同意 即是說我們大家在政治立場上 早就分道揚鑣 我講這些起碼是10年之前的事 我亦都講一些秘密給聽眾聽 放心 不是爆蕭若元 其中一個網台的秘密 我告訴你 就是 蕭若元非常不喜歡我們本台 另一位主持就是Tony 基本上Tony 逢是評論 廣東 蕭若元就走向西邊 我真的嘗試 我盡過很大的努力 站在一個比較中立的位置 但是後來 演變到 甚至乎向我開火 我們也沒有辦法 說回網台歷史 網台歷史蕭若元這一邊 你也可以說是曾經 在網台界裏面 也是一個大陣營 而這個 所謂的陣營 亦都衍生出 不少今天還在做節目的KOL 第一 當然包括本人 第二個就是趙善軒 即是趙博 第三 四 五 六 七 就不數下去了 包括很多都曾經做過節目 但是有一段時間有做 後來也沒有做 例如這個叫于飛 然後現在還有做節目 不過基本上已經不再是論證了 就是這個叫啤梨 現在件事有趣的地方在哪裏 這邊的陣營我就反而熟悉了 所以你問我這邊 有很多東西告訴你 有趣的地方 蕭若元叫人家不要道德審判人 奇怪的地方 就是他第一 他自己就說劉細良是貪小便宜的人 這個當然是道德審判 這個論點還未完 徐少華說的 證供 你會發現這個不是小便宜來的 蕭先生 說 一個寫字樓的裝修 十幾萬 當然 可能對很多人來說不是很多錢 但是對 很多一般的基層家庭來說 十幾萬 是很大的天文數字 要儲很久才有這筆錢 更加不是說裝修費那麼簡單 徐少華說 的證供 是說這個 是鄺詠孫 那個字讀圈 不過他們自己是叫鄺詠孫 鄺詠孫追隨少華是三年的租金 是說是接近100萬的數目 是嗎 蕭先生 這個不是小便宜 這個 是食人來的 是嗎 雖然 可能他們的錢比較多 三年的租金接近100萬港元 這個不是貪小便宜 我們再說一次 徐少華 還有潘東海 還有其他人 是說劉細良 是全部是有力的證供來的 因為他們是曾經跟劉細良交手的 而且劉細良夫婦 你看得很清楚 只是一個徐少華事件 坦白說我也是最近才聽 才知道有這件事 因為徐少華他也說 屈住了很久 也沒有打算說 現在不說不行 才說了這件事 才會發現其實他們 做法是相當之驚人的 基本上 你真的可以說 吃得就吃 好了 陳喬魯先生的版權被人吃了 誰都知道 他現在覺得不公義的地方不是 本書買了多少錢 對不對 覺得不公義的地方是你拿走了不屬於你的東西 而那件事是我的 對不對 這個是最簡單的問題 對很多人來說 錢可能重要 但是對很多人來說 不是值錢的價值才是重要 尤其是你看得出這個叫做陳喬 老先生做了這個記者那麼久 他的照片 就算 不是有一個很高的市價 那個也是屬於他 的珍藏來的 是不是 而不是計 劉細良賣書 可以賣到多少錢 你這個呢 是出賣就是出賣 是盜竊就是盜竊 是挪用就是挪用 不能夠說我挪用了的東西 賣了不值錢 就代表 他沒有做錯的 這個邏輯絕對不成立 最好笑的就是絕大多數KOL評論劉細良 都沒有 說劉細良的甚麼事 基本上也是就這件事 如果你說做時事節目 不說社會公義 而且社會公義還要是劉細良的節目 跟他的台上說得最多的東西 你說社會公義 連一個老人家 去追回 一些不屬於你的東西 他想拿回 你 也不給他 現在人家過身了 你還說人家出來呢 你勒索你 滋擾你家 這些不是叫抹黑潑污水 什麼時候叫抹黑 陳喬佬先生有沒有做過 也不知道 劉細良 是在三天之前 節目第一次說的 好了 其實趙善軒 我不覺得趙善軒有說錯 趙善軒說他 是背著 陳喬 拿了一本書去賣 拿去賺錢 賺的是私利 趙善軒的論點完全沒有錯 竟然蕭若元就是 完全 沒有顧及趙善軒曾經在多次 跟其他台 包括本台 跟我們辯論的時候站在蕭若元的那一邊 出來 是大力猛攻趙善軒的 我又申報一下 我有時說網台的東西要申報利益 趙善軒我是認識的 趙善軒 趙善軒 基本上就是在 對上一次我也忘記了說甚麼議題 應該可能是說 疫苗通行證 打針 香港打針的問題 是跟這個蕭若元辯論 跟著趙善軒 就是站在蕭若元那邊 我印象中是這樣 我不知道會不會記錯 總之趙善軒就很簡單 他叫我 他覺得 他覺得 他覺得我認識蕭若元就不應該說蕭若元 其實我沒有說蕭若元 舊時的事情 他跟我辯論 疫苗 我就跟你辯論疫苗 你跟我辯論香港議會 我就跟你辯論香港議會 你跟我辯論劉細良 我就跟你辯論劉細良 你以前的事情我不會說 有趣的情況就出現了 結果趙善軒 因為曾經互短 幫 幫蕭若元 辯護 這樣 就是認為我不對 現在居然倒轉 我認為趙善軒 在評論劉細良的案件裏面 是沒有說錯 但是就慘遭 蕭若元割席和攻擊 有時這個世界 為什麼會有KOL大戰呢 就是因為很簡單 就算我們原本這班KOL 是互相認識對方 但是完全不代表 我們的立場 跟看法是一樣的 這個就是 所謂的獨立思考 而且我一向都不介意辯論 我跟別人辯論了很多次 包括香港議會 包括疫苗 包括其他政治爭拗 劉細良這件事 我相信真相相當明顯 就是 劉細良他們 等於從來沒有獲得過 陳喬同意 結果 陳喬這個老人家 是九十幾歲 也是想去追討公道 這件事絕對跟社會公義有關係 而且這件事還未解決 而且劉細良也說 要對當事人 可能要採取訴訟 好了 就算 在庭上打官司 大家都知道 就算是現在的案件 仍然 會廣泛報導 仍然會有不少評論 我完全看不到為甚麼 劉細良的案件 沒有任何潑污水 和抹黑 的狀態 是為甚麼 一眾的KOL 是不可以 去評論 劉細良 這件事 而劉細良的辯護方法 劉細良的辯護方法 也相當有問題 他說 現在對他的攻擊 是文革批鬥 又說跟中國共產黨有關 也有用城寨的戶口 留言 不斷地說一些很難聽的說話 四周圍 說人家 是共產黨派來 我又很想評論 到底這樣 算不算是抹黑 現在每個人評論你的 有很多 都是流亡人士 是嗎 包括我們 我們亦給 中共通緝 劉細良根本就是不可以繼續用這個做藉口 去辯護的 他必須要 其實是繼續 面對這一件 是陳喬 這位老人家 的追討事件 一說會超時 一說就21分鐘 還有很多東西我想說都還沒說 不過不要緊 你放心 一定有機會回來再說 因為劉細良在三天之前回應了之後 有更加多人是看不過眼出來回應的 而且 劉細良跟著就沒有再 作出 最新的回應 這件事 我仍然覺得是會有後續 而且這件事仍然 是跟公眾有關係 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便利 我們亦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國家安全法 國家安全法 基本法23條保護私隱工具 隱藏你的IP地址 隱藏你的網上身份 隱藏你的通訊記錄 隱藏你的消費記錄 Surfjark VPN 國家安全法 23條之下 無時無刻都要打開VPN Gmail 用VPN打開USIP註冊新的Gmail帳戶 美國虛擬電話號碼 Text Free 免費試用3天 建議長期付費使用 接收各類短訊及認證碼 虛擬信用卡 WireEx App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 WireEx 防止各下消費記錄被追蹤 保護各下私隱 避免國安法及 基本法23條迫害 臨幻 我們先後以後在 停止 絕對 30 bit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